大家好,先祝福各位必来无恙 感觉上好像很久没有出占星的资讯给大家,实质不言 上一条YouTube的影片是《香港劫咒难途2023究竟发生什么事》的中集 根据显示是出在两个月之前的 但是由现在这个时间点来看 我刚刚移居了大概两个月 其实我都很不得了,移居之前就出了一条片 然后就在这里搞我移居的事务 而且说真的,下集我已经放在Patreon 下集是很丰富很丰富 有一些名人点评 有一些世界政经 政治经济的一些局势的分析 当然也有很多生活上的提点 不单是说香港是全世界的人 下集我分开了 因为太多东西了 分开了大概有将近20集的东西 已经放在Patreon 所以我还记得 当时我是一边旅游一边写东西 然后晚上回到Airbnb 就继续出一些下集的材料 所以我不是很懒惰 完全放下各位 只不过有些资讯去了其他平台 还有在这里提一提 接下来会出十二星座开运秘笔 不单是说今年 是横跨到下年 叫2023至2024十二星座开运秘笔 这些东西都会放在Patreon 所以其实很多这些生活贴士 吹急避空的法宝 一向都是排山倒海 永远都是这样一啰啰 昨天如何 今天亦然直到永远 千万不要误会 Thomas的肉身离开了香港 以为我的心都抛下了各位香港人 我绝对没有忘记大家 我是身在港外 但是永远 心都是常在香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在去年2022年尾 我出了一个系列 有一年十三集 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 2022星座回顾 K火星疫痕相指助避空要点 顾名思义 这个系列是有两个重点的 第一是2022星座回顾 但是因为2022发生太多事 我在这个一年十三集的系列那里 回顾2022的事情 其实都只能够回顾 差不多是上半年的事情 因为我只是说 回顾2022上半年的事情 我已经要出十三集去回顾 所以下半年发生的事情 就没有时间去做一个review 然后这个系列第二个重点 就是当然火疫相指的避空要点 但原来这个火疫相指 它就是横跨去到今年2023年头 OK 所以解释了 为什么我今天2023 来到现在5月份 我要出一个新的系列 那就是去回顾2022下半年 去到这个2023上半年头的一些事情 可以让大家前事不忙 后事致死 这个当然也是学习尖声非常好的一个方法 虽然这些很多事情 我将来搞尖声班会 详细讲的 很深入地去讲的 OK 还有再说 我尖声班都是会放上Patreon的 所以其实你不去搞定Patreon 或者你未成为Patreon 就是这个会员 那就真是挺笨 Anyways 但是如果以后 你不知道为什么 都不加入尖声班呢 那就唯有靠我现在这些 就是影片啊 平时听完听完 平时看完看完我的一些提示 去学一下学一下 逐点逐点去调整一些片段 一些零星的资讯 那就唯有这样去学尖声 所以就是为什么 就是这次这个系列 它不单是一个温固 但是也同时是给大家继续去资深的 还记不记得 在去年那个一年十三集的系列 即是2022星像回顾 做弃火星逆行商 始终有被空要点 我已经不断提醒大家 哇 社会上全世界 会有很多 就是一些暴力啊 發脾气啊 那些人控制不了那个 红星力量的事件 会频频发生 是不是 还有说真的 我哪是这样子才提醒大家 其实早于去年年头 2022年头 一年五集的2022预言 我亦都已经提醒大家 即是去到年尾 2022年尾 这个火翼相似的时候 就会有很多这些暴走啊 暴挑鱼类啊 暴力的事情 残出不穷 然后呢 我很肯定大家都是记忆猶新 因为就是在这个 2022的下半年 李家超上任了不久之后 亦都是这个火翼相纸 即是开始进入这个运 OK 无端端 香港由国际大刀会 突然之间 变了国际大刀会 OK 是由那个 就是cosmopolitan的刀会 变了一把刀的刀会 每天在这儿斩人砍油 真的每天都有这些新闻 是忽然之间的 你解释不了的 还有你想想 我相信黑社会 他们不会说 一起去做这回事 是不是 还有那些人 在那儿当街嘔斗啊 或者有些人 在那儿当街在MMA MMA fighting 就是他们 不是一起的嘛 是不是 所以 你不明白 这个东西 是只能够用玄学 升进去解释 就是你连科学都解释不了 还有这个东西 不是说有人做 也不是说 有一种叫做 自我应验预言 是吧 这些人是 没有 大家共同准备之下 为什么就是 那个时刻 会忽然在那儿 劈来劈去呢 在那儿 打来打去呢 那 那 你们可以去 很快去绑一绑这里的底图 不过这里的底图 真的多到好像 走马灯 我都要播得很快 如果不然我都 包括不完 那就去重新一下自己的记忆 那 但是这里呢 我想一直说一下 火星 再次给大家去温固之身 其实 温固就是温固之身 火星是什么一回事 它有什么能量 那 火星呢 它本身就是为了生存而去战斗 甚至它本身就是为了战斗而战斗 因为战斗就是它的意义 战斗就是火星存在的价值所在 为什么 因为火星 Mars 是常常被比喻成一个 战士的一个行星 所以它 就是战士是怎么样的 就是为了生存 是不是 因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OK 所以呢 就是对于我们 平常来说 就当然是跟我们的暴力情绪是有关 而在世俗占星学 就是我们讲一些世界社会大事 它就是跟战争 杀戮是有关的 但是如果我们要把它说得比较忠诚 正面一点 就是竞争 我们去增性的野心 决心 勇气 或者是跟性欲都是很有关的 还有行动力 如果继续讲正面一点 就是我们个人的荣誉 我们如何去防卫 甚至是去反击 但是当然 如果别人不去挑你 你主动的出击 那就是主动去挑釁 当然跟火星都是脱不了关系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个本能 就是防卫反击 特别是我们遭受到危险 遭受到挑战 威胁 那我们怎样是可以很快去本能地去 正所谓叫做 Fight of Light 我记得我以前看过一本很有趣的占星书 但是我已经不记得哪个写了 是英文的 那就是说呢 那本书是个作者 他是搜罗了一些精神病的人士 我想是他自己的客人 如果我没有记错 我想他应该都是那些患病病人 但是同时他也是宗教医 而且他好像找了一些变态 即是连魂杀手 那些人的生命资格 是的 那就归纳了他们的星盘 那本书是专门去分析一些 就是这些病态的人的星盘 里面那些星的配置 当然是离不开会分析很多火星 我看过一本这样的书 那同时那个作者也都将火星比喻为 如果要比喻為一種患者 他就說火星其實是反社會人格的這種病態 為什麼呢? 詳情我不是很記得 但我想他的邏輯大概是這樣 因為社會其實是要怎樣呢? 我們要大家一起是和諧地生存 要大家安居樂業 每一個社會就算我當作遊牧民族 好像元朝蒙古人那些 但他們最後又是要在中原這裡定居 要成為一個農業的社會 因為你最後那個演變 你一定要去落地生根 然後怎樣去做這些事情呢? 就是大家要保持和諧 你不可以不斷連連征戰 你不斷連連征戰 你那些人經常在網外打仗 那你誰在這裡去耕田去維繫這個社會呢? 所以社會永遠你的最終目標就是和平 OK? 但是火星所以他就叫做反社會 因為他永遠不是和平的 他是要動起來的 他是跟行動力有關的 甚至去到一個極限就是跟暴力有關的 所以當火星如果沒有受到控制的時候 沒有受到一些更加強而有力的制約 或者是一種道化 如果學中式八字就會經常說制化制化 你有什麼東西去刻這個力量呢? 正所謂水刻火 或者同時你有什麼東西去疏到去呢? 火星肚是不是? 但是 你將它加上西式的簽證都可以的 你不斷就找一些 更加鐵碗的東西 高壓的政策去壓制著火星的力量 否則你用一種懷由政策 或者去疏到它 特別是透過比賽 你將你的精力去發洩出來 所以為什麼? 火星在一些專業運動員的那個圖片 是非常之明顯的 但是如果你不做這些細化的話 火星就會發展成為 窮空極惡的空星了 在這裡分享一宗很恐怖的新聞給大家聽 而這宗新聞是發生在台南 去年的8月22日 雖然這個8月22日 火疫雙止是未正式開始 即使那個什麼前陰影期 pre-shadow period 都不會去到這麼早8月22日 但是8月22日 原來剛好是火星剛剛進入雙止座 入到零度 台南呢 台南呢 話說有交通警 本來是想追緝偷電單車的通緝犯 但是竟然 招致殺害被人的喉 那那個通緝犯 就是這樣被人捉嘛 充滿仇恨、憤怒 就去殺人 還有你想一下 是電單車的通緝犯 你知不知道 就是偷電單車的通緝犯 電單車跟交通工具有關 就是跟雙止有關 其實原來呢 偷東西跟雙止座都是非常有關係的 那你見不見到 當火星入了雙止座零度 忽然之間 竟然 雖然他沒有開始疫行 也都沒有去到那個前任命期 但是我覺得 這個已經是一個很恐怖的前奏 就被警示到世人 哇 接下來這個火力雙止 原來他的威力可以有多大呢 是不是 然後直到這個2023的年頭 香港發生了一件震驚社會各界 也是很傷心的事 就是蔡天鋒案 也都不需要我多言 那他就是 的確是發生在火翼雙止的後陰影期 Post Shadow Period OK 所以 這兩件事都是令到大家可以去 明白到 火星他要發起 發起 蝶泥的 就是嚴重的程度 還有原來 不是說 只是在這個疫行的正式 Priod 原來那些前任命期 後任命期 或者甚至 當火星去到一個新的地方 然後 即將要疫行 原來他都可能有時會有少少少鮮少 那這件事 希望我們大家永遠之後會記得 那就可以盡量在生活上面 做出適當的防備 至於那些前任命期後任命期是什麽呢 還有這個 不是說今次 剛剛這個火翼雙止的前任命期後任命期 是分別由何時到何時呢 正式的火翼又是何時到何時呢 那這些就麻煩你們要聽上年的一年十三輯系列了 OK 那另外這裏也都有少少比較有趣的新聞 例如這個 就是臨紅油 當然都是一些暴力 仇恨的事件 但是紅油 記不記得呢 就是我所說的 就是火翼呢 就是會發生很多 就是這些 見紅的見血 就是火 血 以及紅色的東西 還有記不記得 上年呂拔被人臨紅油 是嗎 那時候說中了 那這裏又是一個 就是 紅油的事件 OK 還有接下來這些暴力事件都比較有趣 例如這個情侶灑花槍 那是異性的情侶來的 但是你想想一般都是 就是會很少 女士會在當街那裏打架的 是吧 但是這裏竟然發生了 你明白嗎 連一向通常 比較溫柔 比較少脾氣的女性 都忍不住在這個火翼相似的 那裏發瘋 OK 然後 這裏就真的 真是借成兩個婦人 在屯門新去街市 當街扯頭髮起飛腳 如果你們看到 那時候的影片 你都會真的看到滑滑聲的 OK 然後有一個 我會覺得是更驚訝 就是 有醫生 那就是醫生 不過這就是發生在香港以外的 OK 還有拜託 之前我那些走馬燈底圖 其實有些都是香港以外的事情 所以你明白嗎 這個火翼不是只影響香港社會 是影響全世界全人類的 OK 好 那就說回這裏了 巴西有個年輕的醫生 忍受不了醋 就出去嘔吐一個 十四歲的少年 OK 那你明白嗎 醫生通常給這個感覺都是 知書釋禮 是不是文質彬彬 而且起碼他們真的要讀很多書 應該是應該要有教養的 雖然我們知道這個世界上 負心都市讀書人 也有很多斯文敗類 但是你不會猜到 一個醫生會這樣走去 就是這樣去 去刮人 還有無獨有偶 我有個IG的粉絲 就留言 他自己公開留言的 他分享 都是因為錯飲問題 他的舅父就拿一條鐵通 打到人躺在醫院 不能保釋 很大機會要坐 那 就是覺得 唉 就是有時候 脾氣這家東西 佛家有一句說話叫做 火燒功德林 有時無名火氣 就會令到你以前做很多的功德 一些善行都會抹殺了 但是 這個是一個心理層面 或者你叫做心靈層面 宗教層面 但是 如果你一個人控制不了自己的火氣 然後去到一個 physical 一個 即這個physical round 你明白嗎 去到做出一個 實際的傷人的行動 那這件事就真的非常之不智了 所以這個 火焰傷子的時候 連一路撐政府的方向步 都竟然忍不住出了一個大標題 一晚兩岸治安衰亡 形容著香港這個國際大都會 你真是猜不到 另外 這些火星發神經的事情 特別容易牽涉某幾類人 第一類是一些武裝 即是一些軍警的人 在香港都有好記 但是我現在是show 就是小小的例子 例如這個 你們自己看 還有 記不記得那段時間有一個 男警 算了 很多警察都是男警 就說 逼自己的兒子 跟他一起去看色情片 然後還在他兒子面前 什麼自俗 跟著問我兒子紅不紅位 因為火星 我都說過 跟性慾是可以有關的 這些設施 當然那時候就被全香港人笑到面黃 然後又有 例如這個 又是一些優班警 去打雷人 公眾襲擊人 正所謂天下烏鴉一陽刻 不單止是香港的警察 拆出國際 也有些海外好漆的警察 這件事 我不知道香港人 多不多關心伊朗這件事 因為有一個女子 被稱為不當地 戴那個頭巾 之後就被那些警察 或者是宗教警察 但是都是叫一些名堂 被捕捉了 然後就說他死亡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就全國示威 還有這個示威 市民的怨氣 也有很多是 彈到警察的身上 所以大家如果有看那時候的報道 是有很多燒車 燒警車的這些事情發生 OK 好了 說起燒警車 其實第二類都會很被牽涉的 其實這不是人 但是有一些事物 就是說這次的火焰 是會很容易影響到交通的 或者很多發脾氣的狀況 都會在交通工具上發生 但是這裡實在是太多例子 我會專門下一集是長城講 或者幾集之後長城講 例如這裡 伊朗的燒警車 即是警車 跟交通工具有關 還有第三類 就是跟小朋友有關 學童有關 所以記不記得我那時候說過 學童再加交通工具 所以就等於校巴 的確那一段時間 是忽然之間很多校巴的意外 好了 但是我們現在 先看看這裡 非常之令人遺憾 如果影響到小朋友 例如這個巴基斯坦 有一個學童 12歲 他做功課 就是跟學習有關的事情 不做功課 然後被父親淋氣油燒傷 最後就過了身 即是瘋狂瘋 OK 然後在印度 又有一個男學生 再說真是學童 竟然是考試拼錯一個字 被這個老師無端端發神經 用棍棒 吐打致昏迷 然後重傷死亡 又是發神經 又是對一些小朋友 出現一個危害 OK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真的中了交通工具 和小朋友的題目 OK 芝加哥女子與一名司機 發生爭執 對方突然對車 狂開多槍 然後車上的一名 三十樓 南童無辜地被人爆頭 當場死亡 是的 這些現象非常令人遺憾 但是我們在之後的 來後的集數 我們都會更加深入地去分析 亦都希望達到一個警醒的作用 對世人 但他遇上論文林 對生死亡 結果 所以 它用來 對生死亡